第九题有关核能的叙述下列核者错误 A核能来源分为核分裂及核融合 这个是对的 核能来源有核融合及核分裂 但是目前核融合无法用在商业发电上 B核能发电可用又235为原料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讲过 我们目前的核分核能发电 核分裂核能发电的原料是又235 C核分裂后的核废料没有放射性 这个是错的 老师上课讲过 我们核分裂产生的物质是有放射性的 这也是目前核能发电所碰到的问题 它的核废料有放射性 Z原子核分裂后总质量会变小 这个是对的 我们是用核分裂 核分裂是由大核变成小核 所以质量会变少会损失 损失的质量就利用爱产生的职能转换公式 转换成为了能量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有关核能的叙述下列核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核分裂后的核废料没有放射性 我们下期待